这五谷的一处社区昨天晚间发生了砍人事件 砍人的嫌犯喝醉酒情绪失控 竟然持刀随即追砍陌生女子 一对父子刚好在社区大楼下运动 募集整个过程 这喝醉的男子随即就把目标转向了10岁的男童 男童的爸爸为了救儿子不顾生命危险 徒手跟手持利刃的嫌犯扭打成一团 还好最后8名警力及时赶到 合力压制这名男子 大汗救命奋力挣扎 哀求要警察放了他 你先给我打什么 把命远警合力压制上扣 丝毫不敢大意 因为嫌犯几分钟前居然迟刀追砍陌生女子 接着还想攻击立民10岁的孩子 好在男童爸爸就在一旁 立刻冲上前与嫌犯扭打在一块将他制服 这里是新北市五谷一处社区 当时男童爸爸就是带着孩子在楼下运动 没想到却遇上随机伤人 连书上po出经历男童爸爸气愤难耐 只说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 父子两周一晚上六点多 在社区广场看到一个身高约一百七十公分 没戴口罩的男性在追逐一名女子 没想到嫌犯随后竟然就手持 简缘物品刺向儿子 好在儿子接近闪过 但就怕孩子会受伤 男童爸爸也立刻冲上前压制嫌犯 过程中还一度因为力道过猛 嫌犯差点窒息 好在整起事件都没人受伤 只是儿子真的吓坏了 民警社区竟然发生恐怖随机砍人事件 附近住户听闻全吓傻 尤其是家中还有孩子的爸爸妈妈 直言很害怕 短时间内不敢再让孩子到楼下广场玩耍 就怕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自家宝贝 这位财神杨文豪新闻报道